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新生公司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财行证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由自由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转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TV经济年度人物递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马洪涛 继续我们对出口重镇的系列调查 在前两期节目中 我们看到了近江鞋业温州皮革 正在发生的新变化 今天我们来关注东莞的玩具产业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玩具生产基地 全球每十件玩具中 就有七件在中国生产 而广东又占了全国玩具产量的70%以上 在金融危机当中 东莞的玩具业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008年的10月份 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企业 何俊集团在东莞的两家工厂倒闭 公司六千多人失业 那么这一事件被称作是 金融海啸中国企业倒闭的第一案 事实上在这一事件的前后 已经有大批的东莞玩具企业陷入了困境 那么到现在 金融海啸已经持续了半年多 处于风口浪尖的东莞玩具业 现在情况如何 来看我的同事原本心在东莞的调查 4月8日 记者来到了广东东莞 这里就是曾经广受关注的何俊玩具厂 工厂位于东莞张木头镇 如今还是大门紧闭 从门外望去 厂区里到处是随意堆放的物体 看不到一个人也 这里是何俊的另一个分厂 俊岭玩具厂 门口到处是随意丢弃的玩具 厂区内一片狼藉 一些人正忙着把机器设备 搬到火车上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就在何俊倒闭前后 又有一些玩具厂相继倒掉 这家工厂名叫安年玩具厂 成立于1996年 是东莞最早生产玩具的企业之一 如今已是人去无空 离此不远的这家工厂名叫百玉玩具厂 是当地颇具规模的玩具厂 去年年底负责人也突然人间蒸发 我们没来了 走着了 跑路了 这工人怎么办呢 工人政府 把这些工人 这些工人还告诉记者 就在百玉玩具厂这一带 去年以来倒闭的玩具厂就有五六家 那么金融海啸发生以来 东莞市受影响的玩具厂能有多少呢 由于有关部门没有接受采访 记者并没有拿到准确的数字 但根据外贸部门提供的数字 仅以外资玩具企业为例 2005年 东莞拥有外资玩具企业六百三十九家 2006年六百三十家 2007年抖降至五百多家 2008年这一数字 以下降到五百家以下 同时海关部门发布的数字显示 2008年 东莞出口玩具十四点七亿美元 出口同比由2007年增长 百分之二十三点一 转为下降百分之三点七 尤其是四季度以后 出口快速回落 12月份出口额仅为八千八百九十九万美元 同比下降百分之九点二 环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广东普惠资讯评估公司 长期关注珠三角地区玩具产业 公司的分析师给出了这样的判断 据我们的客户的接触过程中 其实并不是大部分都是倒闭的 很多部分是处于停工状态 那它停工的话 它自然是没有生长 也就没有一个出口的一个记录 东莞的情况基本上就是 全国玩具产业的缩影 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 在2008年中国有玩具出口记录的企业 从2007年的八千六百一十家 减少到了四千三百八十八家 下降幅度将近百分之五十 那么在今年的一二月份 玩具出口同比是下降了百分之十七点一 其中二月份出口更是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一 玩具行业面临十年来最困难的局面 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 并非所有的玩具企业 现在都是处境艰难 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在众多玩具厂关门停业 解雇工人的时候 记者注意到 这家公司门口却贴出了一份招聘广告 因为实际上我们做自主品牌的 我们对这个人员的数字要求都比较高 因为另外我们的生产是一直比较稳定的 所以我们在挑选行业里 收敛程度比较高的人员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 曾经在2008年1月份采访过肖森林 和一年多以前相比 虽然有金融海啸的影响 肖森林的公司不仅在增加人手 公司规模还有了明显扩张 因为我们做OBM的 可能会在这方面好的很多 对 我们自主品牌的 对外的依存度很低 对 也就是说他这种集中危机 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冲击不到我们 肖森林今年36岁 1996年从河南来到东莞 进入玩具行业 在创业之初 肖森林完全从事的是 OEM贴牌加工 从2006年开始 面对单纯以价格进行竞争的 OEM市场 肖森林开始向OBM 也就是自主品牌研发生产转变 推出了自己的哈一代品牌 在肖森林的公司里 自主品牌销量已经占到全部销量的80% 我们这个玩具的名字叫小可爱 是我们09年的新作 这个产品里有一个很酷的 很可爱的一个外形 并且我们增加了很高的一个科技含量 这个产品是一种智能玩具 它可以和人之间语音互动交流的 它代表到毛弄玩具里面 最高的一个科技含量 肖森林说 自主研发推广品牌 是个艰苦的过程 2006年之前 在从事OEM贴牌生产时 公司还有10%左右的纯利润 从研发自主品牌之日起 他们开始连续亏损 2006年公司亏损70万 2007年亏损50万 2008年亏损20万 今年他们的目标是收支平衡 对 比较坚心的 我们预定这个目标的时候 当然还没想到有金融危机 但对我们来说 我们完全还是有办法来破解的 因为毕竟我们金融危机 对我们冲击的只是20% 对 而对于同样是从事自主品牌 研发生产的公司 深圳皮皮熊玩具一间公司 现在则又是一番景象 这家公司2003年开始起步 创业之初 公司定位就是自主品牌研发 并且推出了玩具售后服务 像这些毛绒玩具里的芯片 都是公司独立研发的成果 拥有外观设计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其核心技术 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像这款产品运用了体位传感器技术 在毛绒玩具界首创数字化人机互动游戏概念 运动游戏第一场 让你手中的小宝贝 伸水口令 别动作 左握 然后小朋友就把它摆 它急性的那个动作 救我 整场运动游戏 是确定格分 10点 0 0分 反应速度得分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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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 然后他会有力鼓掌 皮皮熊公司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只做产品的设计和市场 加工 全部交给外包生产商 在营销方面 有一段时间内 皮皮熊公司内销外销病重 2007年 美国次贷危机出现端倪时 皮皮熊立即把重心 全部转移到国内 全力以赴做内销 当年实现销售2000万元 2008年 销售额又有成倍的增长 现在我们营发的投入 大概占公司的30%左右 现在的比重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了 金融海啸给珠三角的玩具厂商 带来巨大的影响 何时能够出现拐点 现在还很难判断 同时我们也看到 面对同样的市场变化 企业在此前的不同选择 决定了各自不同的命运 继续从事贴牌生产的企业 现在是处境艰难 而一批自主品牌的 却在危机当中逆势而上 进一步向自主研发 和独立营销进行转变 是什么催生了这样一种转变 这种转变又将会 怎样影响东莞玩具业 未来的走向 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在采访中 东莞市哈一带玩具公司的 萧森林告诉记者 2006年 他们从OEM贴牌加工 向OBM自主品牌 研发转变 也是迫于市场选择的结果 你做到越来越差的时候的话 只有5% 如果你在管理不好的话 可能5%就没有了 因为5%都很危险的了 这都很低的了 如果是管理不好的话 你就亏了 记者在调查中了解到 由于贴牌加工门槛较低 价格竞争日需激烈 利润逐年降低 上世纪90年代 贴牌加工利润率 能够达到15%至20% 2000年左右 利润率下降到10%左右 2006年以来 玩具成本普遍上升了约六成 但国际玩具商的订单价格 仅上涨了一成左右 甚至是维持原价不变 所以它的一种空间 都几乎到零了 思考了几天几夜之后 萧森林终于决定 由OEM向OBM转型 但接下来的OBM之路 依然是充满艰辛 对内地自主品牌的玩具企业来说 最大的短板就是研发和设计 不过金融危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 补上这根短板的机会 皮皮熊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 他们正在和香港的几名 顶尖玩具设计师接触 而如果不是金融危机 很难说服这些设计师 加盟一家内地公司 建议香港的话 那边形式不是特别好 但是他们的玩具行业 其实已经走在大陆 这方面的一个前面 这方面我们公司希望 演进他们的工程师 因为现在我们也在和他们 能够能演进他们 加强我们这个研发的力量 我们希望在国内市场 展更大的一个一席地位 陈玉智说 对于他们抛出的绣球 香港设计师已经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并且这只是第一步 下一步 他们还将委托专业的猎头公司 不惜重金 邀请美国等世界一流的玩具设计师 加盟皮皮熊的团队 可能我们的研发的这个经费 会进一步的扣大 但是我们觉得研发就是投 只要你投入市场 认肯一定会得到很大的回报 皮皮熊公司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 2003年 他们以40万元自由资金起家 6年来没有从银行贷过款 也没有得到政府相关部门任何补贴 完全是凭借自主品牌的创新和研发 在2007年就实现了销售收入2000万元 眼下皮皮熊公司的董事长 护兰天正在外面奔波 寻求更大的突破 今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和国际国内的一些 著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在进行接触和洽谈 解决现在我们企业发展当中遇到的一些资金问题 从而加快我们皮皮熊的产业升级 快速地从文化和动漫结合 我们现在是想通过这种资金和人才的引进 把皮皮熊做成中国玩具民族品牌的一面旗帜 带动玩具行业从第一附加值的传统产业走出来 让皮皮熊成为像米老鼠天天猫那样 家喻户晓的国际知名品牌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前面我们看到了几年之前的不同选择 导致了东莞玩具企业现在截然不同的命运 有的是勉强维持处境艰难 有的却是逆势而上 甚至还变危危机 要到香港和美国去招聘设计师 事实再次说明 只有研发自主品牌 掌握自主知识产权 控制营销渠道 才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这样的事实 也让东莞的玩具企业意识到 必须要借助金融危机这个契机 完成东莞玩具产业商业模式的转变 现在由于欧美市场的订单的大幅减少 就使得珠三角玩具业 就受到很大的正面的冲击 应该说今年可能是谷底 今年都是整个一年都是应该是谷底 乐政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长期观察和研究珠三角区域经济 乐政说他认为中国的玩具业将在一段时间内运行在U型谷底 乐政告诉记者 事实上从2004年起随着塑料五金等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 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 用工成本增加 出口退税率下降 中国的玩具业已经面临危机 另外一方面2008年年底 美国消费品安全促进法案正式实施 欧盟新玩具安全指令也获得通过 导致中国玩具企业注册检测成本增加 金融海啸只是进一步加剧了玩具业的困难 乐政说金融海啸还暴露出诸多问题 从出口构成来看 中国的玩具产业过于依赖OEM贴牌加工 过于依赖欧美市场 统计表明2008年美国和欧盟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两个玩具出口市场 对两者合计出口57.9亿美元 占同期玩具出口总额的67.1% 其中对美国出口35.8亿美元增速由上年的14.2% 逆转为下降3.1% 对欧盟出口22.1亿美元增长9.3% 增速大幅回落21.1个百分点 乐政说从更大的视野来看 以电子行业为例 像华为中兴等企业去年在国际市场上 依然取得了20%到60%的增长 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 这个搞自主品牌也是一个必有之路 必有之路 其实很多小企业也在搞自主品 你就像那个手机 现在也在不断地起牌 有很多小企业它也敢挑战你这些诺基亚 摩托罗拉这些老牌子 它也敢挑战 实际上他们感觉到 老品牌也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你能做的时候我也能做 广东普惠资讯评估公司提供的数字也显示 从人均玩具消费来看 中国只有30到40元人民币 亚洲平均是13美元 全球平均是34美元 广东普惠资讯评估公司负责人建议 玩具外销也可以在新兴市场寻求突破 深圳社科院院长勒正指出 从宏观层面来看 玩具所属的轻工业 已被列入国家十大产业振兴规划 从今年4月1号起 玩具出口退税提高到14% 这些都为玩具产业复苏奠定了基础 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 要促进玩具业的振兴和腾飞 还应当放宽加工贸易企业的内销比例 调整税收政策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城市化进程 构建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真正有竞争力的玩具产业 应该是创意产业 而不是简单的制造业 因为玩具的价值 更多的是体现在设计上 而不是体现在加工上 玩具行业曾经有这样一个经典案例 说在美国市场上 卖10美元的芭比娃娃 只有一个美元是分给了中国的制造商 而另外的9个美元都被美国的公司拿走了 原因就在于 美国的公司掌握着研发设计和营销 而中国的公司只负责加工制造 按照营销理论常说的微效曲线 设计和销售是处在曲线的两端 能够拿走最多的利润 而加工制造这个环节处在中间的低点 只能分得最微薄的利润 其实这样的道理 中国的公司也很清楚 只不过对大部分公司来说 他们已经习惯了靠代工赚钱 而且这些年来 这种商业模式运行的也还算顺利 而研发和销售对他们有难度 他们也缺乏变革的压力和动力 但是如果有一天 美国公司决定把生产基地放到成本更低的国家 中国公司几乎是没有任何权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金融危机是件好事情 可以让我们的玩具企业进行一次主动的选择 在我们还没有丧失制造优势的时候 主动去提高研发设计能力 拓展销售渠道 这样才有可能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节目中我们也看到了 已经有香港和美国的设计师 愿意加盟东莞的玩具企业 在金融危机之前 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 借着金融危机向上下游延伸 对玩具产业的后来者来说 这的确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好 今天节目就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接下来请你继续关注 主要电视台经济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